上海人颱風天排長龍造核酸 世衛說疫情結束在望 普京提台灣 習近平不提烏克蘭 專家曝光中共定下撐河兩點論 重構對台政策 美國推進台灣法 中共老老不過無計 人民幣匯率破七 李克強變低調 不再透露經濟實情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9月17日 星期六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颱風梅花14日登陸上海 帶來狂風暴雨 但在中共清零防疫運動下 上海居民還在排長龍造核酸 與此同時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公開表示 疫情即將過去 大消息抓到中共封殺 颱風梅花登陸上海之後 不少核酸點關閉 只留下幾個 但是為了能夠自由出行 大批市民 冒著颱風和暴雨 排長龍 去到為數不多的核酸點做核酸 引爆民怨 河川要做 但是呢 河川檢測點沒有 然後呢 地鐵需要做河川 但是呢 你已經過些 算了 不多說了 說了也沒用 這個城市真的是越來越差勁了 成都15號解封 由於解封的消息提前洩露 民眾感嘆 在中國 謠言都是真相 也有民眾指出 成都人口超過2000萬 封了15天 但是新疆伊寧 只有50萬人 就長期封控 並且新增病例不斷 譴責當局 在這裡借疫情管控民眾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 譚德塞9月14日公開表示 上個禮拜 全球死COVID-19的人數 是2020年3月至今最低 認為全球有望結束疫情 消息在中國大陸引起民眾熱議 有民眾嘲笑當局 可能又要快點送個明星上熱手 來轉移國內注意 還有民眾棄青 變態清零好 中共政府很快就屏蔽相關的話題 大量刪貼 同時對消息限流 中共黨魁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9月15日 在烏茲別克薩馬爾罕市舉行峰會 雙方在台灣和烏克蘭議題上 各自尋求對方的支持 在敏感的烏克蘭問題上 習近平選擇了三喊其口 這次習普會是今年2月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兩人首次面對面會晤 這時正值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 面臨重大挫敗 同時越來越被西方國家孤立的時候 事前外界分析認為 普京會施壓習近平 要求兌現中俄關係發展無上限的承諾 而習近平會以什麼形式提供多大的支持 成為關注焦點 對於習普會 俄羅斯官方報導說 普京對習近平說 理解中共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平衡立場 普京說 理解你們對這件事的疑慮和憂心 當然在今天的會面中 會詳細解釋我們在這個議題上的立場 對此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在記者會上表示 令人啞疑的是普京竟然提到習近平 憂心俄互戰況 中方會關切這個不意外 但普京說穿這點就有趣了 針對烏克蘭問題 習近平的表態相當謹慎 不提烏克蘭一辭 中共新華社的報導中 亦直至未提烏克蘭 說習近平強調 願意與俄羅斯就比此核心利益問題 相互強力支援 以及深化在貿易、農業、電信網上等領域上的合作 不過在台灣問題上 普京譴責美國在台海地區的行動 表示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習近平就說台灣問題絕不容忍干涉 在這次回覆中 習近平的野心亦再次表露無遺 中方願同的防疫道努力 體現大國擔當 發揮引領作用 美國退役將軍施伯丁表示 為了確保國家安全 美國政府應該樹立強大的政治意願 去解決中共這個對手 他認為應該敢於與中共脫勾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15日報道 習近平已經得到他想要的 另一方面 普京想要的支持 雖然在習普會的公開場合上 沒有得到習近平的承諾 但兩人會面之前 俄羅斯向世界曝光了習近平的親信 栗戰書作出的大尺度承諾 對於習近平當局 接下來會用什麼方式來拆認普京 正被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針對習近平為何要拆認普京 旅居澳洲知名法學家袁鴻斌 14日在接受看中國記者採訪時 引述中共內部人士消息透露 中共內部已定了差額兩點論 袁鴻斌說 第一點中共絕對不允許西方社會擊敗俄羅斯 因為如果俄羅斯敗了 普京政權將會瓦解 俄羅斯可能會出現一個親西方的民主政權 中共在北部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略壓力 第二點是中共並不希望俄羅斯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而是希望俄羅斯付出慘重代價後取得慘性 因為國力削弱的俄羅斯會更加依賴中共政權 中共可以將俄羅斯變成它的能源和糧食供應的戰略基地 這就是中共對待俄羅斯戰爭的兩點論 袁鴻斌分析認為 習近平一定會在關鍵時刻 從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支持普京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14日以高票審議通過了台灣政策法案 該法案意在重構對台政策 在外交、軍事等領域全面提升台美關係 阻止中共入侵台灣的目標明確 被稱為旗艦營撐台法案 法案聯合法一人參議員梅南德芝在聲明中指出 這次表決展示了美國對台灣人民的堅定支持 台灣政策法案被視為是1979年以來 美國對台政策最全面的調整 旨在全方位提升美台關係 之前中共為阻止台灣政策法案被通過 駐美大使秦剛曾經老怒宣稱 如果台灣政策法案過關 中美關係將面臨瓦解 白宮似乎擔心原版法案內的措辭過於強烈 恐怕激怒北京 因此15日通過的版本做了部分修訂 不過梅南德芝表示 法案雖然有所修改 但實質內容都有保留 具體修改內容包括在外交方面 法案原本要求將台灣駐美機構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改名為台灣代表處 但修訂後的版本 改為國會建議更名 而不是要求 同時 新版本刪除了美國在台協會署長 任命需要參議院同意的條文 在防衛方面 法案原本賦予台灣 主要非北約盟友的地位 修訂後改為 在軍備轉移上 以主要非北約盟友同等方式 對待台灣 不過法案對台灣的軍事支持有所加強 將未來5年對台的軍援提升到65億美元 並且明確定為無償援助 這次通過的版本 可以說是民意上轉彎 實務上前進 是務實不務虛 那一方面 可以在外交上 不違背美國的一種政策 以及美中之間的三項公報 另一方面 又可以在軍事上 大幅充實台灣的軍事武裝 和國防力量 另外修訂版法案移除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為最高制裁對象的表述 亦換成更模糊的 可制裁中國黨政決策高層的說法 這條其實是最象徵性 最沒有實際意義的條款 接下來法案還需要經過參眾兩院表決通過 並由總統簽字 才能成為法律 法案經過修訂後 被認為在兩院過關的機會變得更大 9月15日晚上8點 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時隔兩年再度破七 下探至最低的7.0183 而在案價在16日早上開市初段 亦失守七算 一度低見7.019 市場對於人民幣匯率破七已有預期 目前市場擔憂人民幣匯率破七後 會繼續下行 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斌表示 人民幣離岸匯率再度破七 主要是受到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的影響 隨著美元走強 人民幣出現貶值 東方金城首席宏觀分析師黃青認為 接下來 美元會繼續保持強勢 而人民幣仍然存在貶值壓力 《大紀元》專欄作家黃客直言 中國經濟受到動態清零的嚴重衝擊 當局目前並沒有顯示出 二十大之後調整的姿勢 加上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問題也在爆發 中國經濟徵潮著長期向外發展 這個亦成為人民幣破七後 持續貶值的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 之前主張放棄清零舊經濟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近日突然變得低調 不再透露經濟實情 9月8日 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專題會議 聽取穩住經濟大盤赴地方督道的工作匯報 與幾個月前主持10萬人參加的穩住經濟大盤會議不同 李克強不再正面談及當前的經濟問題 此外 關於這次經濟會議 新華社四天後 即9月12日才公開報導 而且李克強主管的國務院網站 也沒有及時發布消息 也在四天後才貼出與新華社一致的訊息 新華社報導說 李克強說當前經濟總體延續恢復態勢 但有小幅波動 正在頂峰爬坡的關口 要求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時事評論員鍾元表示 幾個月前 穩住經濟大盤是李克強主要的一項重要工作 曾經主持號稱10萬人參加的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 並且為李克強認得黨內地位的某種提升 引發了對清零防疫的某些質疑 這個應該亦為團派在北戴河會議上賺取了有力的籌碼 習陣營估計被迫與團派重新合作 以確保習近平在20大上連任 中原分析認為李克強應該已經為團派爭取到利益 現在20大在職 李克強不再輕易表達不同調的言辭 講話內容開始與習陣營協調對外 另一方面 李克強不再透露經濟實情 同時也在擇取自己的責任 某種程度上還在展示業績 李克強說 這幾年我們保持宏觀政策可持續性 沒有大幅增加財政赤字 超發貨幣 為今年出台政策預留系列政策工具 中原認為到20大召開前 李克強不會再有談及中國經濟實情的言論 20大之後李克強更沒有說實話的機會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Channel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下星期見